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成为影坛新女王,实至名归 春节档即将来临,一部部备受期待的贺岁电影也相继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贾玲的热辣滚烫因减肥100斤的故事而引发了无数讨论 而张艺谋的第20条也宣布定档大年初一,主创人员的发布会形成也公开了 电影界多位大咖亮相发布会,为电影提前助阵 在这个以电影为主题的文章中,我们不妨聊一聊一些有趣的片场趣事 并对其中的表现进行点评 很多人跟张艺谋有过工作经历,比如高业 他在青聪年即便能与明导结缘,甚至在拍摄《山楂树之恋》时还兼职副导演 虽然他在第20条中饰演的小护士镜头不多 因为剧组火石太好还发福了,但他的天赋是不容忽视的 经过13年的再次合作,张艺谋对高业的评价非常高 毕竟他看着他长大 但也有一些人之前没有接触到高端电影资源 直到年过30才有机会与张艺谋在同一个剧组工作 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到最终的表现 当张艺谋评价赵丽颖时,他并没有提及演技,而是用简短的几句话表达了他的为人之道 这就足以说明电影的质量了 张艺谋深知赵丽颖能够沉浸自己,塑造高冷的形象 他认为演技好坏并不是评价一个演员在现场表现的唯一标准 每个人的审美观不同,导演觉得精彩的拍摄手法,观众未必会有同样的感受 不如通过事实展示每个人的努力 张艺谋笑着说,在片场,赵丽颖根本不说话,见到同事也不打招呼,甚至看到他也不开口 起初他还以为这是小排大耍,直到后来才明白,赵丽颖这是为了寻找角色感觉 将自己演员的身份抛开,全身心地进入角色的心境 这一点让张艺谋觉得赵丽颖有着做好一切事情的毅力 在电影中,赵丽颖饰演的郝秀萍展现了伟大的母爱 她对大表情的变化毫不畏惧 张艺谋认为,郝秀萍在故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而又难演的角色 她是一个听障人士,穿着朴素,但在危险时能迅速保护自己的孩子 在与罪犯搏斗的过程中,她的绝望与愤怒,勇敢而不屈的表情 完美地展现了一个母亲的伟大 郝秀萍的苦难无声,但却震撼人心 赵丽颖的成功并非易的 她用自己的实力打破了滤镜的束缚 她经过七年的龙套经历锻炼出了坚强的意志力 凭借自己的才华让前辈们对她改观 她花费了数年时间才逐渐进军电影行业 但她并非专业院校出身,也没有强大的经纪公司支持 赵丽颖之所以取得如今的成就,是不容易的 正是因为经历过风雨,所以她知道每一个机会都是珍贵的 张艺谋说,以前对她的印象是这样的,但这次她给了我很大的惊喜 这句话证明了赵丽颖用实力征服了导演 总结来说,喝碎电影第20条的片场趣事和表演给观众们带来了无尽的惊喜 张艺谋对于高叶和赵丽颖的评价也让人对电影充满期待 他们的努力和表现证明了他们的实力与才华 而赵丽颖的成功则告诉我们 只要拥有坚定的意志和不屈的毅力,就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你对于这部电影有什么期待和想法呢? 赵丽颖,无疑是当今影坛最炙手可热的女演员之一 她的魅力让人们着迷,成就了一个崭新的影坛女王 首先,赵丽颖在演技方面的突出表现实在令人难以忽视 她能够在不同类型的影视作品中游刃有余的切换角色 无论是清新自然的少女还是刚毅坚定的女战士 都能够用精湛的演技诠释的淋漓尽致 这种多众角色的驾驭能力,让观众看到了她的多面魅力 也为她在影坛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赵丽颖的外貌和气质都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她拥有一张清秀俏丽的脸庞 细腻的五官中透露着坚韧和柔美 这使得她不仅在迎评前后都成为了众多品牌的代言人 还经常成为时尚杂志的封面人物 她那特有的气质,使她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 成为许多粉丝心中的女神 此外,赵丽颖在公益事业上也展现出了她的温暖和关爱之心 她积极参与各类慈善活动,为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 这种公益情怀不仅使她在演艺圈中更具亲和力 也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好评 最重要的是,赵丽颖在事业上的拼搏和奋斗态度令人敬佩 她不仅在电视剧中捋获好评 还将目光延伸至电影领域 不断挑战自我,追求更高的表演境界 她的坚持和付出,为她在娱乐圈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成为备受期待的实力派女演员 综合来看,赵丽颖的魅力解码可谓多层次而又丰富 她的多才多艺,清新自然的外貌和努力拼搏的态度 构成了她在娱乐圈中的独特魅力 赵丽颖,无愧是新时代的女演员代表 她的每一次表现都为观众带来惊喜 成功奠定了她成为影坛女王的地位 我们期待着更多赵丽颖的精彩表现 见证她在演绎道路上的更多辉煌 微博之夜再度悬念 孝战,王一博将否公开恋情 王一博,孝战在聚首 微博之夜引爆期待 近日,微博之夜官方宣布了 王一博和孝战作为嘉宾参加活动的消息 这一消息瞬间点燃了粉丝们的热情 作为国军医校CP的粉丝们 已经开始激动地回顾网年 两人发唐的美好瞬间 期待在今年的活动中再次看到他们的甜蜜互动 尽管网络上一直有传言趁两人已经秘密恋爱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王一博和孝战都是直男 两人从未谈过恋爱 因此,关于他们公开恋情的猜测也不攻自破 实际上,孝战原本并不打算参加今年的微博之夜活动 但因为主办方遭遇了大咖婉剧的尴尬局面 为了挽回面子 渣浪对孝战威逼利诱 让他不得不参加 虽然王一博和孝战并未恋爱 但他们在活动现场的互动一直是粉丝们关注的焦点 主办方深知这一点,因此并不会将两人的座位安排在一起 以免引发不必要的猜测和炒作 这也意味着,今年微博之夜的舞台上 两人将保持一定的距离,必显明显 尽管如此,粉丝们对于两人同台仍然充满了期待 他们希望能够再次看到两人携手走红毯,互开玩笑的场景 也希望能够在舞台上看到两人默契的表演 对于粉丝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场盛大的晚会 更是一场充满期待的视觉盛宴 今年的微博之夜注定是一场不容错过的盛事 除了王一博和孝战之外 还有众多明星大咖也将亮相现场 与粉丝们共同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无论你是王一博、孝战的粉丝 还是其他明星的拥顿 微博之夜都将为你带来一场难忘的视听盛宴 总之,今年的微博之夜将是一场充满惊喜和感动的盛宴 无论王一博和孝战是否同台互动 这场活动都将成为粉丝们心中永恒的回忆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星光璀璨的夜晚 感受明星们带给我们的无限魅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最近,关于孝战和王一博的微博之夜 再次聚首的消息引起了很多粉丝的热议 两位明星的亲密关系一直是大家关心的话题 也一度引发了关于是否会公开恋情的猜测 首先,孝战和王一博在微博之夜上的再次聚首 让粉丝们兴奋不已 这两位艺人自陈情领合作以来 就一直以默契十足的搭档形象深入人心 他们在颜值、演技等方面都备受认可 因此,再次共同亮相的消息自然引起了大家的热切期待 然而,关于是否会公开恋情的问题 目前仍是个未解之妹 我们知道,孝战和王一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而关于两人是否恋爱一直没有官方公开的表态 不管是否会有恋情公开 孝战和王一博的默契和友谊都是大家值得称赞的地方 无论是在戏内还是戏外 两位明星都展现了专业、真挚的一面 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偶像 总的来说 孝战和王一博的再次聚首是一次令人期待的活动 也是一个值得欢呼的时刻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by bwd6